台北王小姐 她问的问题是我妈妈一直有头痛的问题 她都自己吃止痛药 请问医师什么样的头痛 我要把她拖去看医师呢 她的问题是似乎是个慢性头痛 我们先讲什么叫慢性头痛 如果一年有超过三个月以上 每一个月至少有一半的时间 换句话讲就是两个礼拜 每天至少头痛一次 这个就符合我们所谓的慢性头痛的问题了 慢性头痛唯不威胁 慢性头痛通常不会太危险 因为真正的头痛会产生短时间恶化变坏的 大概就几个状况 一个脑内颅内出血 第二个颅内长肿瘤长东西 肿瘤或是出血 它不会让你拖到三个月以上 所以像这种的慢性头痛 它第一个它并不是那么的危急 但是它会非常非常困扰 因为慢性头痛有些是非常不典型表现的偏头痛 甚至有些是一些所谓的张力性头痛 或是重发性头痛 像这种头痛它可能都害你的肌肉紧绷 或是血管的收缩扩张会有关系 像这种如果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 你的生活品质甚至你的工作 你的作息都会大受影响的 所以像这种自己如果一直吃药都没有去看医师 我们当然不建议了 你至少要找医师去做一个初步的完整性评估 如果它是确实慢性疼痛 让医师去开立一些比 针对你的慢性疼痛的属性或诊断 开立一些比较有效的药物 当然如果一个急性疼痛 大家可能都不会太轻忽 因为急性头痛很难让你去忍受一天两天或长时间的 当然也有可能很多的包括感染 脑炎脑膜炎 脑炎脑膜炎的头痛通常会有其他的一个很明确的一些感染的症状 嗜碎 高烧 胃寒甚至颈部僵直僵硬 那如果是一些出血或是肿瘤症状况 出血它有可能短时间就恶化了 你如果症状很明确 叫不醒 或是偏瘫或是某一些神经重要功能不见了 比方说看不到了 听不到了 没办法讲话了 像这种的症状很明确的大家比较不会疏忽 那慢性头痛原因非常非常多 如果你都没有看一只只吃药 恐怕不是一个聪明的决定 还是带你妈妈尽早先看一下神经内科医师 或是加一科医师 如果评估完了之后 再由医师开立被最适当的药物 这样才是比较好的 嗨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甲卫医师甲叔叔 喜欢甲叔叔说故事的单元吗 其实健康会多一点 不是只有说故事 还有很多的胃教知识 还有很多的营养知识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也欢迎你 不仅是透过FB 还有不要忘记YouTube也已经上架了 那欢迎你订阅 然后帮我们去留下您的感想 给我们的建议回馈 如果你喜欢 也希望您透过你的介绍推荐 让您的家人或是朋友 一起来订阅收看健康多一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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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